有请这对夫妻有请 薛弦强22岁来自山东自由职业 梁女士25岁来自陕西自由职业 这么小就领了结婚证了 所以我说你们是夫妻没问题对不对 没问题 只是还没有办酒席对吧 对 所以今天来是为啥呢 你们可跟其他的情侣不一样啊 就是我跟我对象呢 我们俩是属于姐弟恋 然后我比我对象大三岁九个月 我是在同龄人算是比较早熟 因为我接触社会比较早 大学去兼职什么的 所以我就是比我对象就是更成熟一些 所以我们俩有时候交流的时候 就总是觉得不在一个频道上面 到现在他的这些问题还是没有改 包括我们领了证以后 然后包括现在我们马上即将要面临这个办酒席 就是很多就是人身上的大事吧算是 他并没有给我一种男人的那种承担那种责任感的那种感觉 是 然后现在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矛盾 我现在都不知道这个酒席是该不该办了 你知道吗 哎呦 办哪 22岁就是不成熟嘛 22岁对一个男生来说就是一个小男孩 行 说问题 比如说他就是幼稚 小孩子气 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就是发脾气 比如说冰箱里面的这个 当时有这个黄瓜 然后我是拿出来还是放进去 就根据这么小的一件事 他就能跟我大吵一架 大发雷霆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因为当时是那个黄瓜将近在冰箱里放了一个星期了 然后呢 他非要拿出来 他说他待会儿吃 我说我了解你 拿出来肯定会放坏 然后呢 他非要拿出来 然后我说 你就放冰箱里 你想吃就立马吃掉吗 他非要跟我争执吗 就是他这件事本身就是错的吗 然后还给我扮鬼脸 我就当时气就上来了 没忍住 然后就把我买的西瓜摔掉了 摔掉之后 他说 你就这样子是吧 我当时是在气头上 我知道我这样摔东西是不对的 但是当时是真的忍不住自己的脾气 然后就把他心一念念 给他买的榴莲摔掉了 那个榴莲是我自己买的 花我自己的钱买的 哎呀 榴莲摔开了正好就吃了嘛 省得包还四省 摔了一地 稀巴烂 很大的劲 而且摔之前 他就特别幼稚 他就说 我让你吃 动就摔掉了 就是很小孩子气 就让我特别不能理解 然后还有就是 他总喜欢管着我 他自己不赚钱 花着父母的钱 然后我呢 是花我自己赚的钱 我买衣服 平常有的时候 比如说买了多了两三件衣服 他就会问 哎 你这个衣服多少钱呀 怎么又买了这么多件呀 怎么怎么 就老管着我 我们也会因为这个事 产生政治 因为我真的很不能理解 我工作 我花我自己的钱 他不工作 他花着父母的钱 然后他反而还要来管 就我花钱 我就觉得 不管是我们现在 结婚是否 我们俩也是个体 不能说我们俩因为在一起了 所以他就要控制我 或者我去控制他 这是对的 就是他几乎每天都要去商场 一忍不住就可能花个七八百 大几千 我就是觉得你买的太勤快了 他把钱花掉了 然后我们两个呢 就是在一块呢 我肯定要 柴米油盐啊 什么的 我要多承担一部分 但是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啊 而且当时咱俩还没有领证 但是他还是非要 所以你都那样了 你还领了证 我都不知道为啥 你能告诉我你们为啥领证吗 就是看中了他的人品吧 这是第一点 然后其次呢 是我们说实话 就是已经把婚期已经定好了 行 听懂了 接着再说 还有啥不好 然后后来就是 我当时也是花我自己的钱 办了一张瑜伽卡 我确实当时没有给他说具体多少钱 但是他呢 却翻了我的手机 查了我的账 并且当他的家人面前 说我怎么乱花钱 我对于这一点真的非常非常生气 觉得他太不成熟了 多大了人了 还告状 我真的非常无忌 主要是 我觉得你那个钱真是浪费掉了 首先他告诉我的是 三千块钱报了一节课 就是我一直对他 保持这种怀疑的态度 后来我真的查证 发现他花了将近小一万块钱 去报了这门课 我觉得就是把钱完全浪费掉了 就是现在有很多优秀的博主啊 这些健身教练啊 都在直播啊 带学员 线上的课程是线下课程的十分之一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在线上去报这门课 在家完全自己可以练 那我如果真的有这个自律的话 那我早上五点起床去跑步就好了 那就像小孩为什么要去学校上课 而不自己在家上课 对不对 就是因为我不够自律 所以我才要需要那个环境啊 你是不是也可以稍微理解我一下 并且我花的是自己的钱啊 我并没有说是去问你要这个费用 那你可以骂我 你可以说我 怎么说怎么告状都无所谓 但我是花的是自己的钱 不是你的钱不也是他的钱吗 我们俩当时还没有领证 哦 他自己的钱呢 他自己的钱 然后之前就是我天天出去上班 然后人家呢就天天在家打游戏 然后在游戏上面就认识了一个好友 那个网友呢就开始卖惨 就说我们家单亲家庭 我最近又没有工作了 然后能不能给我赚点钱 我没钱吃饭了 我今天没钱吃饭了 我还要上网 然后人家就是这边管着我 不让我花我自己的钱 然后那边呢 他把他父母的钱又养着人家 那也不多啊 那也不多啊 我有分寸啊 我就是确认看人家可怜 自己连房租钱都交不起了 我觉得给他个一二十块的红包 让他吃顿饭 我觉得没什么 就是这么幼稚 从来不会发现自己的问题 然后还在去给自己找理由 我现在基本感觉 很小孩 你们俩叫妈妈训子 接着去 然后后来呢 我就觉得给了他这么多的机会 我想着 应该是会慢慢去改变自己的吧 我们现在临着证以后 我们现在要面临的是半婚礼嘛 因为我其实是要远嫁的 所以我是有点这个婚前恐惧 有点焦虑的 然后包括生孩子 在女性生育这个问题 然后我呢 就有的时候会去跟他讲 就说 生孩子疼啊之类的 但是人家呢 就不会说一句好话 就说 那人家怎么生孩子不疼 就你疼 我当时不是这个意思 我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我当然知道 我妻子生娃肯定疼 我想表达的意思 就是想让他克服这种恐惧 让他勇敢起来 然后这还让他觉得是我的错 我也很不理解 但是你并没有好好地跟我说 或者是跟我认真的去讨论这个事 而是那种很直白 去怼你 去顶你 然后包括现在马上要办酒席 我们家的酒席 因为已经订好了 然后现在就是南方家 我们之前呢 本来是看好了一家这个酒店的 因为我们是想要办这个中式婚礼的 稍微贵那么一点 那个婚礼策划就说 需要再额外再加一万多块钱 结果回到家以后 最让我生气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又跟他家人说我的坏话 当着我们的面 我那不叫说话 我只是觉得 我在你父母面前 你可以拿我当挡箭牌 叔阿姨不会说什么 然后在我父母面前 我可以拿你当挡箭牌吗 而且咱可以办一个更好的酒席 看他说的话就 真的就是很幼稚 这个幼稚是不是你选的呀 是 行 是我自己选的 我问你先生几个问题 还没工作呢 没有工作 刚毕业嘛 然后一直想做生意 因为我想能挣大钱 然后能养够我媳妇 你这家里养着你的 对目前是 父母特有钱 小康家庭只能说 一个月你父母能给你多少钱 上大学的时候给的多一些 有可能就在六七千块钱吧 但是我这个钱 我会攒一部分的 包括后面我买了自己心爱的车 首付款 都是我父母给的一部分钱里面 然后去交的首付款 哎哟 说的自己多不容易的 那不还是啃父母吗 你自己打过工吗 兼过职 挣过钱吗 挣过 确实不容易 在大学也是兼职嘛 跑过外卖 然后拉过滴滴 然后还去卖过衣服 挺好的 那怎么现在不干了呢 因为确实挣的不多 然后而且是在兼职 然后我一直想 自己能做个好的生意 啥好生意啊 目前还没有什么想法 刚才说要挣大钱 对 多大的钱是大钱啊 能够养得起我们俩 然后想出去玩就出去玩 能够养得起以后的孩子 在你的这个规划里 大概你一个月收入多少可以完成 大概一万五吧 就大钱如果标准定在一万五的话 还可以实现 可以啊 人家也有想法啊 他总觉得我在给他画大笔 每天就怨天尤人的 哀声叹气的 总是说顺其自然嘛 顺其自然嘛 就认命吧 那可不就 对呀 那可不就是顺其自然嘛 你今天来节目要干嘛呢 就是 我们现在马上就是要办这个酒席了 就是前两天刚吵了一个大家 就是中式婚礼加一万块钱 对 然后他就跟他父母面 就是又说了我的坏话 就感觉他改不了 就非常伤心失望 所以就真的不知道这个 该不该办了 你其实说白了 就是现在想分开呗 你动摇了呗 就是如果说他能改 我没觉得我自己有什么错 我觉得两个人就是互相的嘛 你觉得我有问题 你说嘛 就是我说一句 你不高兴了 你就不理人了 然后也不说话了 然后把负面情语也传递给我 然后咱俩在大吵架之后 才到最后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因为我不知道你到底怎么想的 所以我才会发脾气 才会着急 我跟他在一块有的时候压力真的挺大的 但是他 我总觉得他不够理解我 不 这个很难理解 你让儿子理解 妈这个没法理解 那你今天到底想干啥呀 我就想知道你想干啥 就是想让大家帮我分线 调教调教他 调教调教 然后我这边也想一想 然后我是回去之后是该不该办这个婚礼 该不该和他继续在一起 我怎么觉得需要调教的是你呢 其实在这样一个关系里面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对吧 你就属于你们俩能力大的人 所以你责任更大 我估计今天说你的会比较多 离婚 显然不是一个正道 其实因为还有感情 对吧 对 只是我们找一个 怎么去调节和磨合的一个方式 对 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好不好 一起进入ChuPIT特问卷 我觉得 要不离了吧 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 你对你自己未来有人生规划吗 有 第一步要干嘛 第一步我想跟着我父亲去 先去创业 然后让我父亲带领我 我们家是这种情况 他毕竟是来到我们家了嘛 我妈是做小生意的嘛 想把这个小生意 然后交给他去管理以后 然后就是以后也属于他的事业 然后我自己呢 然后再跟我爸爸再创一份业 然后这样子家庭会蒸蒸日上 你怎么有勇气选择这样一段婚姻开始 我不知道的勇气从何而来 就是他现在所有的规划 我说的不好听点都是在画大饼 他的能力到底在哪 他到底能完成多少 我觉得他没有认知 你也没有认知 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吸引着你 让你能够去远嫁 然后还嫁一个 对未来没有任何规划的人 他的那个规划都是空谈 然后现在你才发现问题所在了 我跟你说 你现在刚刚提出的那些问题 什么情绪管理差 跟你没有办法正面沟通等等 这些都是冰山一角 真正的是你们两个人的眼界和意识的问题 你说的那句话特别对 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但是你也不是见得在那个好的频道上 我觉得人最可贵的是 就在什么年纪干什么事 在什么年纪说什么话 我们清楚的认知自我 我的能力到底在哪 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 但是现在就是对自我没有清醒的认知 然后盲目的自信 我觉得你们现在不是谈感情的这个时机 尤其是你男生 然后你们刚才说到要孩子的时候 我莫名觉得特别像看两个小孩过家家 就是路还没走稳的就要跑了 所以我真的建议你们重新审视一下这段关系 我觉得你应该先成长 先要学会一个男人的担当和责任是什么 而不是每天告诉他说 我要挣好多好多钱 我要挣大钱给我媳妇花 就你挣大钱你得先从挣小钱开始 人才能挣大钱 一口吃不成胖子 就这样 我再多问一句 男生说要和父亲一起创业 什么时候准备开始创业 其实去年就有计划 但是因为就各方面原因 然后再加上市场不是很好 然后今年也是在规划 就一直在看市场行情 那我问一下女生啊 你在西安是做什么的 我其实自己创业了 然后后来就不干了 对 其实你们俩就都没有什么稳稳当当的职业 对吧 当时是没有 我的感觉还不一样啊 我倒觉得这个年轻人 这个男生还挺靠得住的 就是一个22岁的男生 虽然我觉得是有点装小大人了 说我要结婚 我要给你未来负责任 但是我觉得他心里是真的要负这个责任 他真的是安排好了 他认为他想象当中能够给你的生活 你看他说了 我妈有个小生意 这样你来了就有事情做了 你在西安不也就是做小生意的吗 还赔钱了呗 没事干了呗 我们家有现成的生意 你来了可以继续发挥 他替你想好了 我呢 可能找工作也没有那么好 找我和我父亲 那毕竟在自己家里开销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们再看看市场赶紧 抓紧时间去做一份 我能够持续发展的事情 我觉得他有计划啊 而且因为他没有收入 所以他特别抠门啊 他舍不得花钱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男生 在困难时期应该做的事啊 我没觉得他哪里做的很幼稚啊 两个人都不赚钱 都啃老结婚 还要什么 多贵的婚礼 什么忠实兮实 要我就先不办 先好好工作 我们自己攒了钱 我们再去搞婚礼 是他有幼稚的地方 他本来就22岁 你指望他像赵老师一样成熟吗 你既然选择了他的真诚 你觉得无论怎样 他都是爱你的 愿意陪你一起过日子的 那你就要接受他还不够完美 不够成熟 你不能什么都要啊 他给了你一份青春 一份安稳 一份承诺 我们拿出我们的诚意 你们俩都不独立啊 要说别结婚 还真的不应该结婚 全部都在啃老 没有收入 你们真的自己去往前走一走 担当起自己的小家庭 再去说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建议啊 女生你退一步 不去计较眼前的一些婚礼的排面啊 他的不够成熟 我们共同成长一段时间 去珍惜啊 这份你这么有勇气 去结的这个婚 男生你也一样 少画饼 要创业赶紧去做 如果说现在创业时机不对 你哪怕先赚一点辛苦钱 拿出自己的诚意 能干的事情先干起来 我希望你们能够真正走到 建立自己的小家庭 不再依靠父母 拥有自己婚姻 这样一个美好的结果 好吗 加油吧 我问你们几个问题啊 第一个 你跟他在一起 是为了成家 还是为了嫁进他们家 我是为了和他 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 好 你娶他是为了成家 还是把他娶进你们家 我是为了成家 不是为了把他娶进你们家 是吧 不是 所以你们的核心理念 应该是怎么脱离爹妈呀 那你为什么说 我妈有个小生意要交给他 我要跟我爸创业 来你回答我 你既然要脱离你爹妈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一句话 因为我觉得 你如果是要跟他成家 为什么你说 我要远嫁嫁到他们家去 你还去接他妈的小生意 你告诉我 你不要跟我说我行 我不行 我有能力 我没能力 没有的 你们两个人心里面想的 嘴上说的和行动上做的 完全不一致 你们的核心价值观出现了紊乱 就你一边要求他成熟 为什么 因为你把他当成你们家的主干 对不对 你希望他是能够扛起这个家的 但是你又没有发现 他所说的一切 主干是他的爹妈 你们两个人所有婚姻的一切 主干还是他的爹妈 未来那个家庭 主干还是他们的爹妈 那你成的那个家在哪啊 你为什么需要他成熟 你不需要啊 人爹妈成熟就行了呀 人妈把小生意交给你 不就完了吗 如果说你要的是 这个男人的成熟 主干是要这个男人 那么这三年 你和他在一起了三年 你用什么东西去促使他成熟 在这三年时间 他22岁连个工作都没有 你为什么选择了我嫁给他 而不是逼他去工作 你为什么会接受他说 我去跟我爸去创个业 你为什么能接受这一点 因为你心里面也很软弱嘛 你心里面也在想着衣服嘛 你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嘛 所以你今天来我们舞台干什么 你情绪失调嘛 你一方面觉得这个生活 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你一方面觉得这个生活 我未来是没有自尊心的 没有尊严的 但一方面又放不开 这种生活带来的诱惑性 为什么 因为你说我创业我也创不好 我工作我也坚持不住 你自己的独立心也有问题啊 姑娘 你要拿成熟 无非是你希望他成熟之后 你可以依赖一个他嘛 你可以躺平嘛 那么你们俩怎么了 比谁躺平的更快吗 许静家和陈家是不同的 你们两个人想用结婚来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 结婚只会制造问题 现在我相信你已经明白了 是不是你这个婚结的制造了很多新的问题 生孩子同样也是制造问题 而不是解决问题 如果你们两个人问题要解决 很简单 婚 结 婚礼办 不要去他家 你们两个人共同选一个城市 独立生活 自己找工作 脱离爹妈 活过两年 你24岁 那个时候他是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那个时候你终于可以 有资格说 我可以有尊严的去成一个家 就这样 现在男孩子为了要娶到他 可以付出一切 那为什么当初没有选择 直接在西安买房子 两个人结婚呢 因为在西安 房价也太高了 那就买小一点的嘛 可能连小的都买不起 现在在你们当地买的房子 是你们买的还是父母啊 父母给买的 所以现在不还是父母买的嘛 对 因此在哪个城市生活 是得由您父母决定的 而由不得你 对吗 目前来说我是 这不就得了吗 对 假如你很爱这个女孩子的话 这个女孩子为什么一定非得要到我们老家去结婚 到我们老家去定居呢 你完全可以到他所在的城市 或者你们认识的城市 任何一个适合你们发展的城市 租着房子 慢慢存着钱 开始未来的人生 父母有的那点钱 以后等我们瞄准在哪个城市定居了以后 再资助我们 我们再买房嘛 否则你们叫什么呢 你们就成了我最担忧的 以结婚为名义 完成迅速变富 这就是从父母那里 得到一笔钱 成为了有房本 有车子的 车房自由的年轻人 靠自个儿的话 可能努力个五年 十年都未必 震得到一套房 一辆车 但如果告诉双方父母说 我们要结婚了 于是一方在准备房子 一方在给车子 你们不就为这个接的婚吗 回到姑娘 当时决定嫁的原因是什么呢 你觉得我做生意也失败了 而在这个时候 一蹶不振的我看来 可能结婚 有一个稳定的家庭 才是重新洗刷我人生的一个可能性 转折点嘛 人生靠事业找不到拐点了 所以看看能不能靠婚姻嘛 因为事业在那一时的受困 决定躲到一个男人的怀里 我到那一户人家当女主人 可能可以独立掌握一些经济 然而去了以后发现 这个人什么都得提爸妈的 钱也得被爸妈管着 而未来的谋生之路 甚至都是爸妈安排的 得跟爸妈打工 和爸妈绑在一个绳子上 这不就是现在让你觉得窒息的地方吗 不管你的 这个是叫老公 不叫男朋友了 婚礼怎么办 我都觉得婚礼无所谓 你们别花这些冤枉钱了 干什么呀 现在你有这个办婚礼的钱 买礼服的钱 你自己好好的再去增加一些 自己的技能也好 或者知识也好 出去工作吧 如果你在当地找不到一份 合适的工作的话 也不要去继承你婆婆的那点小生意了 自己靠自己重新开始吧 如果他能够那么爱你 就像牛郎爱织女似的 年年让他追嘛 你就在后头追着跑就行了 什么时候能够给媳妇一个家的感觉了 再把媳妇领回家办婚礼嘛 不要认为任何人可以是你一个避风港 永远都不要这么认为 姑娘 不管是你的爸妈还是你的丈夫 你的避风港只能是你自己个 我觉得陆琪老师那个建议是最好的建议 就是该结婚结婚 想办婚礼办婚礼 反正有个梦想嘛 有那么个梦想就完成那么个梦想 然后两个人踏踏实实出去创业去 别在家里待着 在家里越待冲突越大 因为他成长越缓慢 对吧 是 你会发现有一点 第一 不能对一个人有不切实际的期待 22岁再成熟的男人都是年轻的 就要给他时间去成长 我是特别希望他们能够 好好的往前走 因为这么年轻 有勇气往婚姻里走 还想把这日子过好的人不多了 你们要珍惜 好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 然后也经历过柴米油盐酱醋茶 你觉得我性格上脾气上有些缺点不好的 我都可以改正 就是我希望你能 就是在生气的时候也能冷一下来跟我说 我哪里有错 哪里做的不对 我肯定会为了你去改 也会为了这个家庭去改正 但是就是这么多年了 咱们俩在一块 包括现在快结婚了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很难 我不是很信任 我真的很爱你 我一定会为了你 为了这个家庭 为了以后 我一定会去努力的去完成 就是像咱俩之前刚在一起说的 然后我也是希望咱俩都能有自己的事业 然后自己成一个家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现在这样了 我爱你 哎呀 姑娘啊 修正错误啊 错误是可以修正的呀 对吧 面对现实 不要毁灭 咱们去建设它 我还是希望你们俩能够 踏踏实实地过上你们想要的日子 谢谢两位请回 这是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爱奇艺 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预测一下吧 男出女不出 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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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我们来看他们自己最终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在这儿办个婚礼多好 哎 哎 快去快去 行了那个野老师 主持过那么多婚礼啊 你给人主持一下 等你们俩创业成功了啊 我给你们主持婚礼 收钱不 免费 谢谢 谢谢 行 好 创业成功的标准是 自己能够独立 有自己的家 自己独立的精神和物质 好 你看 婚礼司宜的事也解决了 接下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我们以后好好的 嗯 我会我会为了你改正的 就是你觉得我脾气不好 或者有幼稚的地方 我尽量去避免去规避 然后以后我也会少给你发脾气 然后我希望咱俩能多沟通 好 哎 当新娘的人啊 当新的娘的人啊 记住了啊 有什么事直接给儿子点名 要不然他听不懂 啊 好 不哭了不委屈了 祝你们新婚快乐啊 好 谢谢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请回 加油加油加油 谢谢 加油啊